两辆自行车冬季骑行东北 我们今天出发了 但是我们出来才发现 我们少买了一样东西 忘记了买头盔 看见旁边有个店 我们去看一看 还可以 这个可以啊 大小合是不 感觉有点大 有点大换小的 买了两个 情侣款的 也不叫情侣款 是一模一样的 带着呢 放心一点安全一点 因为我们这玩意没有骑得特别习惯 加上又拖了这么多东西 我想的话可能这个车加这些东西怕有一百斤了 还没有买米 一会还要去买米 买调料这些 咱走呗 我们现在是在大连一路向北 这个不能一直推着走 还是要骑 慢慢骑吧 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就下来推 走 走 黑妹加油 加油加油 我们在骑了两个小时了 差不多 有一半都是在推车 休息一会儿 看一下骑了有多远 才骑9.5公里 先回来 你别说骑着还很热 这衣服都打湿了 最主要是背了个包 哎 这里银凉的舒服 在旁边买了一点菜和米 一点都不敢买多了朋友们 真的 这个油都是买的这种小的 还想买更小的 但是它这里没有了 米买了10斤 看怎么放前面 这个米不能放在前面 那前面太重了的话甩的 这些可以米一会儿把它弄到后面来 啊 我们不卖东西 现在又多了可能有二三十斤 还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动 先推一段来看吧 推着好像都挺费劲的 一会儿到了那边路宽的地方再骑 现在这个车夹这些东西可能怕有一百多斤 完全骑不动了 现在几点钟 马上三点 马上三点钟 我们从不到十一点钟就开始骑 这才骑多少公里 骑的快四个小时了 休息一会儿这路边 是一个好像没有摆的一个烧烤摊 应该闲置下来了 这里还有凳子 好巴士啊 感觉这个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这里有一个大的广场 瑞沃广场 那边还有必胜客什么的 就是送东西给我们 我们都拿不动 别说啥 哈哈 看来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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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骑行东北的第一天 骑了差不多5个小时 骑了20来公里 可能有5公里都是在推车 第一天慢慢适应 早点的就露营了 现在4点钟 太阳都还有这么高了 因为这边5点半 天就黑了 这边好像是一个地铁的出口和入口 好像是泉水东站 这旁边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这边是荒郊野外 应该还在建的工地吧 那边是平的 最主要是 黑妹 看那外面 那外面就是大海 码头 今天我们就不去了 太累了 帐篷搭上 明天看我们转到海边去逛一逛 刚刚那上面 我感觉到风太大了 越高它越挡风 我们看这下面这里 更好 这一块坝子更大 所以说我们就搭在这里来了 第一次搭 只能说把它搭起了 完美的话撑不上 走我们去把那些东西拿下来来自行车驮包 海娃他去买水去了 刚刚过来的时候还没有买水 我把这些东西给他弄一下 然后拿进去 海娃 好想你的那个饭都煮了 好想你的那个饭都煮了 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没的关系的 这个 今天还好 买到了那个酒精 跑了好几家药房 才买到的这个 95%的酒精 这个拿来烧炉子行 75%的烧不然 这到了大连了 刚刚在路边过来的时候 看见有卖海鲜的 买了一点 今天晚上弄海鲜 但是怎么弄 咱还不是特别懂 瞎弄吧 这个田一会就黑了 前面的那些高楼大厦 万家灯火 怎么出来才第一天 就有点想家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的 就想家了 就是啊 这里再来做一个红汤的 这里买的 葱子和虾嘛 这个是做的原味 好像好像啊 肚子都饿得不行了 一会就做好了 还有十分钟 感觉口水都吞进来了 吃吧吃吧 熟了 那个橙子 嗯 安逸的 我们还没有吃过橙子 尝一下 是什么味儿 好鲜啊 这边海边嘛 肯定的呀 好鲜啊 可以啊 二十的 你拿个 这个螺给我 这个 老师在网上看见他们主播 前两年特别是哦 嗯 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螺 应该就是吧 还有比这个大的 哎呦 不要 不要断掉哦 那是拔拔后面的 哦 哈哈哈哈 我猜哦 怎么样 嗯 可以 可以啊 我用蘸就行 我啥都没放 行 盐都没放 嗯 嗯 脆的 脆的 嗯 好吃 现在还七点多 就准备睡觉了 饭吃了呀 瞌睡也来了 最主要是 在帐篷里面住的第一晚上 说老实话 又有一点激动 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害怕 因为没有住习惯 虽然说知道 住这里面没事 但是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那种想法呀 现在朋友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睡觉了